所以有天也好 为什么看到自己的过去 生生世世在六道说苦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 还想再搞六道轮回吧 错了 赶紧到极乐世界作福 随时可以回到此地 这是真的 也不是假的 不但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地球上 帮助地球上苦难众生 他同时能分身 他能在无量无边 一切祝福岔土 信神说法 仆度众生 这是祝福如来 帮助阿弥陀佛 介绍一切有缘众生 往生净土 终极的目标 慈悲到极处啊 帮助众生 离究竟苦 究竟苦是六道轮回 得究竟落 究竟落是极乐世界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学 这一大段 四十八月 完全说明 极乐世界 殊胜壮专业 这一段经文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释迦牧陀佛为我们 转说 我们要干干的 要用心学习 要求我 这就对了 下面诸佛说 凡腐肉眼 知见帐内 列入 无垠墙是帐 凡腐但见墙内 不知墙外之一切 那天眼呢 能见帐外 这个墙 障碍不了它 故同达无碍 这天眼 又比过天人之天眼 这就来说了 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生到极乐世界 六种神童都居俗 那么极乐世界 天人的天眼 预言深二臣 解诸天之天眼 超过太多太多了 龙叔菩萨说 二臣人中 小声闻不作义 一千戒为同见 这小声闻 难得了 龙叔菩萨讲的 小声闻说 小臣四国里面的粗国 小声闻 不作义 就是不必注意 随便看看 他能看多大的范围 一千戒为同见 看到一个小千世界 一个小千世界有多大 否则我们讲 从最基础的讲 单位世界 一个单位世界 这个世界的当中 有一个虚密山 虚密山的四周 有很多 现在讲的 星球围绕 太阳月亮 围绕在 虚密山的当中 我们初学佛的时候 都以为 佛所说的小世界 是一个太阳系 很多人 都这个说法 我跟黄念楼见面 第一次就谈到这个问题 三千大清世界 唐老人就告诉我 他是一修科学 佛经上单位世界 是银河系 讲得通 太阳系 确确确确确实实 是在银河系 边缘是当中 中间 在这会上 那么一个银河系 是一个单位世界 一千个银河系 叫一个小千世界 粗骨虚脱环的天野 能见 能见一个小千世界 就是他不注意的时候 随便看 能看到一个小千世界 这么大的范围 作一呢 作一见二千过度 要作一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 他能见到两个大千世界 这两个 可不是两个 一千个银河系 不是的 一千乘一千 叫二千 一百万个银河系 能见这么大的范围 大圣文 大圣文是阿鲁汉 不作一 能见两千 作一 能见三千 三千大千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 来换句 这一尊佛的教区 他通通能看见 圆球小者 不作一 见两千 作一见三千 其大者呢 这就是大的圆球 大圆球 作一不作一 借见三千大千世界 耶稣 祝福菩萨 见五亮世界 不一样 我们要修成 声闻 圆觉 都不容易 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在大臣经上 见到 师尊告诉我们 人 修成 粗苦 小声闻 天上人间 七次往返 正阿罗汉谷 天上寿命长 人间寿命短 七次往来 这个世界不得了 所以 常用 无量节来 形容 时间太长了 我们 放弃 八万 事情法 专修 净土 专念 弥陀 这一生 刚才说过 三年就绊倒 我还有说明 不要了 三年就绊倒 阿弥陀佛 就来接约你了 这个法文 诸佛如来都说 男性之法 谁不相信 小臣不相信 大臣菩萨也不相信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他们无论是真大国真小国 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哪有这么容易 所以 称之为 男性之法 真相信 不容易 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不会相信 哪些人相信 凡是相信 念佛王僧的人 都是过去生众 无量节来 跟净土 结了法院 根太深了 这一生当中遇到 得到祝佛如来 民民当中的加持 他能生起信心 生起原心 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这就是 福或了 弥陀经上的一句话 不可以少 善根 福得应远的 三平空 这三个条件 善根 福得 都是过去是累积的 无量节 累积的 善根 福得应远 在这个时候 成熟了 有缘分 遇到了 遇到就相信 遇到就欢喜 遇到就真正法院 巴不得赶快到极乐世界 那 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 特别强 这个人决定的是 阿 你 保 阿 你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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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